如果你有一块牛肉,你想怎么做? 是用来做卤牛肉,还是做麻辣牛肉干? 看完今天这个,你都可以拥有哦! 我这里准备了三斤的牛腿肉,还好没涨价,50块钱一斤 素质纹理,对半切开,大块的话容易入味 先来生腌,加入生抽和老抽 再加入两勺豆酱和甜面酱 一把碎香料,然后就是干辣椒,姜片和冰糖 把这些调料都抓拌均匀,腌制大概5个小时左右 中途要记得多翻面哦! 我是中午腌的,晚上就可以放入锅中 再加一点清水,没过牛肉 大火煮开后翻面,转成中小火,慢煮一个半小时 不想开火的朋友,你可以试一下用电翻包 包两次,用筷子一擦就透 这个状态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 晚上就用这个酱汁给它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们的卤牛肉就做好啦 整个牛肉块就是又紧实又入味 颜色还特别好看 这个就是初级吃法,我们做成的卤牛肉 但是你还想要进行中级吃法,就可以把牛肉片放进卤汁里面,过一遍 然后用风干机,或者是烤箱 工具炸锅,100度一个小时 或者是80度两个小时 不要炸得太干 像这样子,没有水分就可以出锅了 卤虾牛肉干也就做好啦 小朋友都可以嚼得动哦,越嚼越香 如果还不满足,就可以进行第三步 高级吃法 洋葱跟蒜末搅碎以后,放入油锅 炸干,炸香 然后再放入辣椒粉 转小火,放入花椒面 孜然力 食用盐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放冷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来拌牛肉 最后的麻辣牛肉干也搞定了 整个流程下来,我们可以吃到不同风味的牛肉 油卤牛肉 原味牛肉干 麻辣牛肉 总会有你喜欢的吧 或者三种喜欢,都可以去试一下哦 想吃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夏妈,我们下期再见